Hello,大家好,我是Rachel 上次做了一期世界上最早女作曲家Bingham的成长故事 Bingham的音乐在当时很受欢迎 也对后世的音乐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她的音乐究竟有什么魅力 能让贝多芬和莫扎特这两位天才神级的作曲家感兴趣 今天的节目就要来分析Bingham音乐的特点和她的魅力所在 贝多芬和莫扎特都吸收了她的什么精华 欢迎来到我的个人频道 我的频道专注于为您提供有关音乐的有趣知识 我会定期发布新内容,欢迎订阅 首先我们来看Bingham音乐的特点 第一,旋律,精美 第二,和声,丰富 第三,声不对位 第四,有特点的节奏 这几个特点让她的音乐在当时很受欢迎 是一种创新 别的作曲家不这样做 我们用Bingham的几首音乐来作例 比如被认为是一首早期的合唱音乐 它复杂的合声结构和精美的旋律吸引了许多后来的作曲家 包括莫扎特和贝多芬 莫扎特曾经在她的一些作品中 引用了这首曲子中的合声和旋律 二,这首赞美是在旋律和节奏上采用了一些非传统的元素 同时也包括了辅调和对位法的运用 三,这首颂歌的合声非常复杂 采用了多个声部的辅调和多个不同的和弦进行 莫扎特·贝多芬对她的音乐感兴趣可能是她们在创作自己的音乐时 从冰根的音乐中吸取了一些灵感 也可能是因为她们对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技巧感到钦佩 冰根的音乐在中世纪时期非常流行 许多后来的作曲家都对她的音乐产生了影响 比如贝多芬的一些作品中 宗教主题和合声处理方式就受到冰根的音乐的影响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称为大合唱 一听就是宗教主题 冰跟音乐吸引人的原因在于她独特的音乐语言和创作风格 她的音乐有以下特点 第一是精美的旋律 第二是复杂的合声 还有深刻的宗教主题 这些元素跟中世纪的其他音乐有很大不同 她的音乐中也有一些新奇的吊式和合声结构 这些元素对于当时的音乐来说是非常前卫 冰跟对莫扎特和贝多芬等后世著名作曲家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她音乐的节奏和创作风格上 此外冰跟的音乐在中世纪时期的传播和影响 也为后世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冰跟作为一位早期的女作曲家 对音乐的发展和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也是对后世作曲家的启示和影响 总之冰跟的音乐对整个欧洲音乐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她的作品直到今天还在被演奏和欣赏着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次见